哈喽,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小黄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阿尼亚基于行全顺 中轴中紧的底盘大色的银辆房车 它的长光高尺寸分别是5341-2032-2600 那么车身颜色方面 咱们现在有的白色也有黑色以及银色可以供大家选择 车身前脸的话咱们也是改成了图锐欧前脸的一个保险杠 非常的富有商务气息 车颈的话是加装有一个秋野地的车颈帐篷 打开之后长度是1米9宽度是1米4 高度是1米2能够容纳两个成年人的一个睡眠需求 然后看一下车身右侧的话 从上至下分别有遮阳棚外灯 原车两堆玻璃跟换成的推纳窗 外部加装有防温防盗的金刚沙网 右后能的斜前方是一个重力加水口 咱们配备的是一个100升的304食品级不锈钢打造的清水箱 然后几步的话配备有投入同款的一个脚踏 原车的四个能骨都更换成的鱼和金能骨 车尾是一个对开门的设计 左后的斜前方是一个试电接口 咱们打开中门进入到车内 中门对面是一个固定的卫生间 然后再往驾驶室前面看过来的话 可以看到主副驾均为两个单座 均进行了朝前皮的包饰和平色的处理 中间有一个应戴尔的18升的扶手冰箱 然后整个中控以及主副驾的门的内饰 都沿用到远车的内饰 相对来说更加的简简耐用 这辆车搭载的是一个2.07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5速的手动变速箱 远车的收音机 幻者的导航 当然也有2.07的气游发动机 以及6AT的自动变速箱可以供选择 咱们打开卫视间门 可以看到整个内部都做了防水的处理 前面是一个主屋空间 然后外部的侧面的推脑窗 内部都配有防纹和影色的内窗 对面角落的话是一个洗手盆 配复的是一个伸缩式的洗手龙头 侧面看过来 有背拖 毛巾架 还有这个小镜子 也得应俱全 卫视间内部是放了一个便洗式的马桶 也可以根据车领的要求 安装一个固定的马桶 在我们前部看过来 这里是有一个小的暗门 这个门打开之后 它是直接通向的驾驶室顶部 是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卫生间后部是咱们的客户区域 客户区域的下方 咱们做一个整体的提升 设计一个台线 台线内部是咱们电动系统的一个放置位置 包括咱们420的前面交底电池 以及3000瓦的重力面一体机 然后还有一个水暖的人 又注射加热器 支持它暖风的出风口 侧边也是安装有一个库内机 然后内部还安装有一个家用便秉空脚 外机相当于是中置 而且做了一个下沉式的处理 它的内机的话 咱们安装到了车尾颈部 现在来说家用便秉空脚 它的智能效果好 能效比高 而且非常的静硬 整个惠客区域侧边 这个顶部都是有一些储物空间的 然后上面的话 这里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连接到车颈帐篷的通道 也就是说咱们在外部前期状况不太好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从车内进入到顶部 然后前面还有一些氛围灯 增加整治的商务气息 两侧的这个推荐窗内部都配有隐私链 然后再往下看过来的话 L型沙发搭配侧边的这个储柜 包含有洗手盆 电查具 以及一些储物空间 后部侧边的话 还有咱们整车中控显示区域 还有一些取电设施 在往前看过来的话 这里是有一个小的折接桌板 这样子打开之后 能够容纳咱们4到6人的一个会客需求 这个L型沙发同时也是一张床 操作起来 一键启动 那么需要轻轻按键 这个按键 就可以看到 沙发下方的一个伸缩床板 就伸展出来了 最后再放置好床垫 这样后部就成了一张长度 1米85宽度 1米3的一个双人床 那么小黄今天对于咱们质量 新权顺 五座的中中中紧的一个房车的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了 车友们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是孙小黄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